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了大众对女性身材的审美观念 减肥这件事也变成了许多求美者一生的课题 那么究竟要瘦到什么程度才能代表美呢 对于好身材的标准难道就是以瘦为前提条件吗 众所周知韩国演艺圈对于偶像的要求极高 不仅要有精致的脸蛋 表情管理还要随时的到位 身材更是如此了 似乎有一丝丝的坠入 都会影响到整体形象和舞台表现哦 网络上还流行一个有关 KPOP女练习生的标准身材公式的话题 就是将身高减去120 就是所谓女练习生的标准体重 也就是说 假设一个女生的身高为160 体重要40公斤才标准哦 对于体重的严苛程度 让人下到吃熟熟的地步啦 不过呀 还真有一些女团成员符合这样的标准 甚至还会更瘦哦 与爱抚女团成员张元英为例 身高173的她 根据上述公式 体重只要53公斤 就算所谓的标准啦 而元英的体重仅有47公斤 足足比标准体重少了6公斤呢 而这样的身材审美 在韩国偶像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说到这类的身材公式 网络上还流传着许多理想 标准 完美的身高体重对照图呢 近年来 最流行的莫过于BM女孩的身高体重表了 不但带起了纯玉风的穿搭风潮 也受到了不少女孩的追捧哦 那么BM女孩是什么意思呢 BM一词 源自于意大利一个快时尚服饰品牌 Bridey Melville的首字母缩写 主打的是美式休闲少女 甜辣纯玉风 近年来也风靡亚洲 获得了不少人的喜爱哦 他们家的衣服最明显的特点 基本上只有小时码 而且都是XS码到S码的标准呢 大部分的样式都是短款紧身 穿上去能凸显身材 于是呢 只要类似于这类款式的衣服 都被称为BM风 许多欧美中国韩国的女明星 都还是BM风的爱好者哦 比如贝拉哈蒂德 凯莉珍娜 杨幂 丽莎等 从她们的穿搭中 都能看到BM风的身影 然而也引来了许多年轻女孩的 争相模仿 最后变成了以能不能穿进BM风 成了衡量女生身材 好坏的标准哦 就有了BM女孩的称号 显然 这些标准和瘦 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呢 受到媒体影响 加上现代人生活饮食 常常涉入过多的热量 容易出现身材走样的问题 有时候总是希望说 若能有一个豪股肺 吹灰智力 就可以变瘦的方法 该有多好呀 但是这可能吗 实际上呢 还真的有哦 抽脂手术 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素质方式 而很多人却常常把 抽脂和大幅度减重 画上等号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 抽脂主要的目的在于 为了让人拥有比例 更协调 更理想的身材 追求的是视觉效果 虽然能减轻一部分体重 但它更重要的作用 是在于塑形 而由于脂肪的密度 较低的缘故 所以术后体重 不会有大幅度下降的变化 既然都知道说 抽脂主要的作用在于塑形 那么究竟抽脂量的上限的标准 是多少呢 这得是啊 根据求美者的身材比例 术前的体重 血红素 术中出血量等综合评估 以及外形 美学 来考虑决定的哦 而不是单纯以一组数字 就可以来定一个标准值的 若想通过抽脂手术 来改现体型 一定要和医师多多的沟通和讨论 对于疗传手术 有深入且正确的认知 以及了解 才能有理想的治疗成效哦 随着社群媒体的兴起 成为了越来越多人 收集和消化资讯的管道 总让我们觉得 完美的身材 就是要有一个可参照的标准 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自己 好像就是不完美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停下来 反问一下自己 完美的身材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认为适度追求瘦身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所谓过犹不及 凡事都得掌握一个度 影响到身体健康可就不好了 最后 希望大家都能把健康 作为一切美的前提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祝福你我走在精致的道路上 都能顺顺利益 有任何问题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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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